15号上午高等法院审理洪仲秋案 接获是李念祖依业务过失自死起诉 原判6个月 原因认为李念祖应该注意洪仲秋身体状况 调整朝课内容 但李念祖辩护律师表示 李念祖进紧闭室之前 并没有受到相关紧闭室专业训练 加上2013年7月1号调到紧闭室 7月3号下午才正式担任管理室职务 也是第一次见到洪仲秋 跟洪仲秋接触仅40分钟 就背上官司 为李念祖提出辩护 洪仲秋当天所遭受到的一个操控的内容 与其他的禁闭室的一些禁闭人员 并不不同 那洪仲秋本身也没有受到 非常不合理的待遇 因此本案重点就是在于 李念祖他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专业能力 去执行一个禁闭的工作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国军在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讲习内容是非常的缺乏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让李念祖去负担一个业务过失的责任 我们认为对李念祖是非常不公平的 辩护律师表示 有请法官向六军团调阅李念祖 是否有相关紧闭室专业训练讲习资料 以利厘清李念祖是不是有这样的专业能力 希望辩护重点朝无罪方向进行 也不排除和被开家属提出和解 目前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洪仲秋父母表示 18名被告军事关中 洪家愿意跟当时负责紧闭洪仲秋的陆军二六旅下市管理室李念祖 中市副市长罗继元 中市管理室陈家祥等十名士官谈和解 但不包括当初超练洪仲秋最凶的二六九旅中市陈一勋 以及把洪仲秋签送紧闭的五四二旅少将沈威智 吕副旅长何江忠 吕布连少校连长等八名士军官 全案九月十五号上午会再开庭 记者们在台北市采访报道 吕布连少林